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教学app是被誉为是单词打卡神器的Quizlet 按照它官方网站的说法 这个Quizlet就是能够协助学生练习或精通他们正在学习的内容 比如说单词或者是一些概念含义等等 那么对于老师而言可以在Quizlet里面建立自己的学习机 带领自己的学生进行各类的词汇活动和游戏 这也是Quizlet最大的特色 那么也就是用户在里面建立自己的学习机 它突破了我们传统单词学习的一个形式 也为背单词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活动 在这款软件当中你可以设置自己的学习机 你也可以通过网络搜索 去搜索一些同主题的在网上公开的资源 把这些学习机加入到自己的题目中 那么你也可以进行再次的修改 然后进行使用 那么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 就是无论是你自己建立的学习机 还是通过网络搜索得来的学习机 它都可以自动的把这些学习卡片 变成非常有趣的游戏测验 那么对于每一份学习机 在里面都提供了五种不同的学习模式 接下来我会一一做介绍 以下就是Quizlet的五种学习模式 第一种就是单词卡 它就是传统的一个单词卡模式 通过点击翻页进行学习 第二个是互动学习答题模式 第三个是书写 也就是根据题目内容去书写作答 第四个是拼写模式 通过聆听拼写出听到的内容 或者是输入内容即可 第五个是测试模式 它有笔试选择题是非证物判断题 那么除了这些常见的语言学习 背单词之外 你也可以把一些记忆类的 或者是概念类的一些题目 都可以放在里面 同样做成这样的学习机 给学生使用 那么如果你利用网页版的话 它还提供了另外三种不同的学习模式 第一个就是配对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消消乐 去消除同等的两个答案 第二个是重力 它就相当于是消字游戏 屏幕由上至下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当你输入答案以后 就可以把问题消除掉 第三个是live 也就是一个多人互动游戏 只要你输入统一的代码以后 就可以互动比赛 接下来我还是通过一段比较详细的演示 给大家看一看 怎么样在网页版的Quiz里面 去设置题目 或者是去搜索 其他人的学习题集进行使用 以及里面的版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起来看看吧 这就是Quizlet的一个主要界面 我一般会习惯在网页版上去制作 因为包括有很多导入功能 这个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么当你看到这一个学习集的时候 不要紧赶慢赶 着急的去马上做自己的学习集 你可以先选择搜索 因为这一个功能是比较强大 很多的同仁们曾经把一些 做过的一些学习集全都放在网上 你可能会搜到一些跟你相关的 比如说我会搜索说明方法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老师 做过类似的学习集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最相关的 有很多很多 基本上都比较的类似 我们先选择这样的一个学习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左边有一列 它的不同的形式 对于这样的一些提及 我们除了是做一般的去理解解释 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形 比如说单词卡 我们可以看到点击卡片 查看定义 什么是举例说明 它就会出现 再次点击 就会看到词语本身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比喻说明 同样是如此操作 点击 然后看定义 数据说明 点击 再看定义 再回到这边词语 那么这个单词卡是处于刚在学习阶段的 那我们学习的时候 它又会有什么样子形式呢 我们会选择学习模式 那么我们选择开始 这边就是一个选择题的形式出现的 根据事物的性质功能等分门别类 主意说明 好处能把复杂的事物条理分明的说明 那么这一个很明显是分类说明正确 然后就会出现下一题 对 这个是一题一题去把它做完 那么除了这一种学习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书写完成 书写的话就是直接去写出来 解说主题的正面意义 同时解说主题的反面意义 好处让读者更清楚的了解事物 那么这个就会正反对比 我们看回答 那这是一个正反对比说明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没有加说明两个字 它就判我为错的 所以可能设置的时候 老师可以设置的相对简单一些 不用自自计较 那么按住任意一个键就可以继续 那么这就是学习书写的过程 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除了书写还有拼写 我们来看一看拼写是怎么样完成的 拼写的话 其实它很适合单词的一些听写 你可以在输入的过程里面 听到数据说明 好听到数据说明把它选出来就可以 数据说明 那我们看答案 正确 比喻说明 好这样子一题一题的往下完成 那么当你完成单词卡 以及学习书写 拼写模式 这些都是练习 你也可以参加测试 它会自动形成一个测试题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比试题 你只要输入答案就可以了 对这些题目它都是自动去进行形成的 包括这边的比试 配对题 选择题 是非题等等 它会根据你输入的内容 进行不同的变形 这个测试题也是可以列印出来的 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这个quiz是一个学习的神器 不单单是单词 也可以是一些定义性质 或者是一些知识类的 那这边下面还有三种游戏 配对重力和live 我们看一下配对游戏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它就是把两个同一对的放在一起 它就可以消失了 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边第一个是正反 相对说明我们很快的过一遍 就是解说主题的正面意义 把这个答案放在这边 好 两者相同就消失了 那么其他的同样按照这一个方法去进行 这边还会同时测试你的这一个用时 学生也会看到自己答题的时间 那么重力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我会选择词语 开始 这边它会把一些定义列出来 只要把词语打上去就可以了 比喻说明 好 完成以后它就不会掉下来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选择去跳过去 比较说明 好 你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这一个呢 就是利用别人的学习集去做练习 那么这边你会看到加号 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加号 加号呢 是把这一个学习集 增加到你自己的班级 或者是你自己的文件夹里面 那我把它增加 你可以增加这文件夹 建立文件夹 好 这一个文件夹就建立了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 去用别人的一些题集来试用 那么如果说你要特意制作一个 跟你自己完全合心意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开始建立学习集 那么学习集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任何科目 任何主题的 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同样的按照刚才的说明方法 我们做一个自己的题集 那么描述的话 你可以简单去打一些掌握 基本说明方法 那么这一个非常好用的部分 就在于你不用是一个一个去打 词语是什么 定义是什么 再去做 它可以直接的让你通过 word或者是excel 或者是google文件去导入 那么这个文件你可以去设置 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你这个学习集 像刚才我们搜索到的一样 还是只有我的学生 或者是只有创建的班级能看到 那么我们看看导入的文件 应该怎么做 好 我们导入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一个界面 这边非常的重要 它有一些固定的格式 因为你打的时候 也要按照这个格式 才可以把它copy and paste进去 那么这边可以选择在词语和定义之间 是一个tap还是一个逗号 我会选择逗号 那么你也可以自定义加句号也好 或者加其他的符号 那么单词卡之间是新的一行 还是分号你也可以自己去选 我会选择新的一行 那么我会现在拿出我自己刚才准备好的一个说明方法 这边有五种 我把它全部copy 然后放到这一个汇入数据栏中 你看这边的话 它一下子把下面的一个名称 以及它的定义全部自动编排好了 看到没有 这边五个已经一秒钟可以完成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汇入 你看汇入以后 这就是你的一个新的学习机 当然这边旁边还有一些图片 也是怕有的学生可能没有兴趣 增加一些兴趣 或者是一些更好的解释 说明理解作用 那我这边先不加 这是中文的凡理 这边的语言全都选择便利学习机 那么你这个学习机已经完成了 你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去发送 你也可以把这个link 直接放到Google Classroom里面分享 因为其实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 也是结合着几种不同的app 去分享一些小练习小活动 是非常的容易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新增至这一个班级 那么班级的话 这边你可以建立你的班级 把学生拉进来 那么你做的学习机 是指限于你这个班级里的学生 可以看见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 Quizlet的一个基本操作 可以搜索别人的题集 进行修改变成自己的 也可以自己创建自己的 那我们看到这就是刚才 我们自己制作的那一个题集 同样的左边有不同的一个学习模式 以及游戏模式 那么我们也简单的看一看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解释单词卡 然后学习的时候 同样的通过选择题 对以下都是一个性质的 那么刚才已经在我们别人的学习集 适用的时候已经全都一一练习过了 那么其实内容上包括操作上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也是很适合学生去学 小学生的话可以练习一些单词 然后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去做一些诗词或者是一些古文以及这些写作手法的学习 是非常好的可以去巩固和加强 那么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在这一个网页版做好以后 它同时可以在手机版以及iPad版本里面都可以在同一个account里面可以直接去使用 非常的方便 总而言之作为一款被单词的神器 它有网页版以及iPad版也有手机版的客户端 它的安卓系统和iOS系统都可以免费的下载使用 那么里面一些基本的功能都是可以免费用到的 当然也有一些进阶的功能你也可以付费都可以使用到 那么如果有一些学习集是专门为自己的班级设置的话 你也可以在quiz里面设置自己的班级体 然后把一些特定的学习集放在里面把学生加入进来 那么学生就可以这样比较有保障的去进行使用 因为它的每一个学习集你都可以选择公开还是私有还是共享给某一些特定的人群 那么刚才也说过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客户端和平台使用 所以当你的一个账号里面能够做了一个学习集 它可以同步在不同的app或者是客户端里面进行使用 是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对于一些正在学习语言或者是一些寄送类的指使要点去练习的时候 都可以去使用这一款quiz里去寄送是非常的有效的 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 界面也非常的简单